好了为了躲避警方的规劝呢 其实这名男子的手段也非常的特别 他是在台北Manga公园摆摊的朱姓男子 他用先是用板手来敲自己的头 同时高喊警察打人 那么这一次他又用玻璃来割自己的胸口 骂警察逼人自残 由于这名男子已经不是用 第一次用自残的方式来抹黑警察 所以呢警察呢也就是全程搜证路易 避免被诬陷 当着警察的面拿着碎玻璃往自己的胸口刮下去 如果没有路语搜证 警察这一次又要吃门回 常在台北蒙甲公园摆摊卖二手杂货的朱姓男子 每次看到警察来总会使出霹雳手段 8号的时候警察要来吃梨 他居然拿出白手敲自己的头 再用碎玻璃划伤 再大喊警察打人 幸好这一次警方全程路易 避免又被朱姓摊伤误告 同样的一个手法 在我们执行摊诊勤务的时候 用酒瓶攻 自残自己的额头 用酒瓶砸伤自己再告五名警察伤害 幸好朱姓摊伤的污垢没得逞 这一次警方有备而来 只是没想到朱姓摊伤的手法更激烈 警方开单取缔之前 只得先协助他送医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